路边民宅突然冒出熊熊烈火 一边烧还一边不时的传出爆炸声 而马路另一侧 高零九十几岁的老翁 才刚刚被路过的车车问蒋和乘客 从门口给救了出来 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那边有火光爆出来 下一次就想说往那边开过去 才发现原来有人躺在门口 我刚才乘客看到立马就下车去 把那个老先生就拉出来 好在有人第一时间把老翁给救了出来 过没多久整间屋子就完全陷入火海 然后当时看到的时候他身上已经烧火了 然后皮都脱落了这样 然后他身上有被东西压着 他就没有往外跑 等消防队赶到老先生被紧急送医 而火情意外就发生在新竹市东大陆这处民宅 看看这整栋房屋几乎烧成了废墟 屋内所有家具物品复制一具 焦黑一片 监视演员也随即拉起封锁线 入内进行调查 昨天也被火烧伤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刚才问他 他告诉我说有受伤 那我还没去看他 幸好有建议有为的民众 第一时间把老翁给救了出来 但他因为伤势严重 还在医院的病房观察 只是在看看这民宅被大火吞噬 恐怖的场面对比民众不顾自身安危 奋勇救人 也让人感受到一股暖暖心意 记者横梦千新竹报道